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已经到了虚王境 神徒刚才被杨开的忽然出现给震惊了一下 直到现在才有些后知后觉 察觉到杨开的真实修为 脸上不禁满是震撼之色 当年他比杨开的修为要高那么一点点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才只有反吸一层镜而已 反观杨开竟已到了虚王境 两相一比较下来 神徒自然震惊非常 要知道反吸井突破虚王境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古往今来多少敬艳天才被卡在这个关口上 一辈子无法得以寸进 郁郁不得志 每一个能突破到虚王境的舞者 不但天资出众 而且运气和机缘也缺一不可 侥幸而已 杨开倾笑了一声 神徒浑浑摇头 他身为横罗商会会长之子 眼力和阅力自然非必寻常 哪会相信杨开的侥幸之言 知道对方是在谦虚 不过这个时候 也不是探讨此事的良机 他皱了皱眉 表情凝重地望着杨开 低声道 杨秀 你忽然出现在这里 我只问一句 你与我是有是敌 是有非敌 杨开诚恳道 神徒神色异喜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竟是直接走上前 给杨开一个熊抱 使劲地拍了拍他的后背道 杨小一别几十年 某对你可是很挂念啊 他一下这么热情 倒是搞得杨开有些不好意思了 神徒道 当年你乘坐那战舰离开水月星 后来我才知道战舰出事了 舰上的舞者几乎全军覆没 自此之后再无你的音讯 让神徒我愧疚难安啊 那不管你的事 适逢其会罢了 杨开感受到他的真诚 心中也是一片温暖 当年他离开水月星的时候 随意搭乘了一艘战舰 那曾想雪月也正好要搭顺风船 正是因为雪月的存在 才让那艘战舰有了灭顶之灾 行进到一片陨石海的时候 被埋伏在那里的强大秘宝 轰得粉身碎骨 整艘战舰上的舞者都死伤殆尽 只剩下他和雪月两人逃脱 也正是那一次 他无意中发现了雪月是个女子的秘密 这才有了后面的事情 好一会儿身头才松开阳开 感慨到 这么多年来 我也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 三弟他似乎知道些什么 可无论我怎么问他都不说 问极了还狠狠地揍我一顿 神徒咬着牙一脸不愤 这混账小子没大没小的 要不是实力不如他 我非得好好教训他一番不可 杨开嘴角一抽 心想雪月那次在自己这里丢进了脸面 光着身子被自己一番欺辱 你去问他这些东西不是找不自在吗 现在好了 总算是见到你了 神徒重重地呼了口气 仿佛是要将压在心中几十年的郁节之气 全部吐出一奔 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我一直平安无事 老神徒兄记挂了 二少 这位是 那几个反夕镜 一直在旁边观望 直到此时才有人开口问道 神徒黑黑一笑介绍道 这位是杨开杨兄 与本少可是有过命的交情 你们速速过来见过杨兄 几人一听不敢怠慢 纷纷抱拳 齐声道 见过杨大人 杨开是虚王竞强者 又与神徒称兄道弟的 他们当然不能不恭敬 神徒摸了摸下巴 沉思了一下道 是了 杨兄现在是虚王竞 那我岂不是也要称呼一声大人 神徒 你说笑了 杨开摆摆手 我倒是很好奇 你们为何在这里 而且似乎是被激进起来的样子 听杨开这么一说 神徒当即有些义愤填膺起来 大骂道 他妈的 本少也是莫名其妙的呀 这次接商会指令 给紫星送一批订购好的物资过来 哪里知道 这一进这紫星城 便被人给拿住了 怎么问也问不出头绪来 真是倒霉 紫星没说什么原因 就把你们拿下了 杨开震恶非诚 他们难道不知道 你是横楼商会的人 怎么会不知道 神徒一脸愤怒 我看紫星这群人 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竟敢对本少下手 那日叫本少逃脱 定率百苏战舰 将紫星以为平地 杨开面上浮现出 一抹若有所思的人色 这么说来 白天城里的战斗 是你们闹出来的动静 嗯 神徒点点头 本事想逃跑的 却没成功 又被人给钱了回来 丢人啊 二少 老朽觉得 紫星怕是有变 一个面色蜡黄的老者 在旁边出口说道 老先生为何这么说 杨开朝他望去 只是一种感觉 自进了这紫星城 老朽便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似乎暗地里有什么激流汹涌 而且 他们既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竟还敢拘禁我等 显然是要利用我们做什么事 紫星虽然势大 但也大不过我横罗伤悔 出了这样的事 若说紫星没有变故的话 老朽是不信的 杨开轻轻点头 我也觉得紫星会有变故发生 管他呢 万少现在真想赶紧离开 这个鬼地方 神徒愤愤地说道 忽然又望着杨开 问道 对了杨笑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我是来偷东西的 杨开善善一笑 将刚才发生的事 说了一遍 几人听的是目瞪口呆 一脸佩服地望着杨开 敢潜入紫星宫内偷东西 这种胆量和气魄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 而且在被发现的情况下 居然还能安然脱身 这让众人对杨开的实力 有了更高的评估 不过如今已经打草惊蛇 只能另想他法了 杨开无奈地揉了揉额头 杨笑 你能离开这里吧 神徒望着杨开问道 外面那层静置很厉害 若是墙闯 肯定会被发现 不过若是你们帮我吸引注意力的话 我可以安然离去 这没问题 抱在我们身上了 神徒咧嘴一笑 杨笑 待会儿离开这里之后 帮我给个人带句话 什么人 杨开狐疑地望着他 神徒凑到近前 傅尔在杨开耳边低语了一阵 杨开顿时露出了古怪的神色 一切就有劳杨兄了 神徒正色抱拳 放心 话必定带到 杨开寒手 你们也稍安勿躁 我会想办法把你们弄出去 无法 神徒大咧咧地一笑 某身份不一样 紫星那些人不敢对我做什么的 除非他们想引起两大家的势力的血皮 说完之后 他忽然抱贺一声 大喊起来 杀人啦 杀人啦 一边喊 一边冲其他几个反须警 猛打眼色 众人顿时心领神会 也大呼小叫起来 一边喊 一边胡乱出招 圣缘跌宕 能量暴乱 屋内的动静 很快传递了出去 外面负责看守的几个紫星舞者 面色一变 纷纷侧耳倾听起来 少卿 其中一人惊呼道 不好 这群人发疯了 快阻止他们 众人不敢怠慢 连忙开启禁制 涌入其中 就在禁制开启的那一刹那 杨开已经身形晃动 从屋内冲了出去 找了处隐蔽的角落 躲藏起来 此星宫内 依然处处皆是强者在搜索 却依然没有丝毫成果 等待了许久 杨开寻了个合适的机会 施展空间秘术 从容离取 这一趟虽然没能按原计划行事 但却意外探知了神徒的处境 倒也不算是毫无收获 通天拍卖行 内院处 黎诺盘膝而坐 却始终无法平静下来 只觉得心烦意乱 是谁 就在这一时 外面忽然传来了春怡的惊鹤声 与此同时 黎诺的耳边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听到这声音的时候 黎诺身子一惊 不过很快 面上便浮现出惊喜的身色 连忙抬头朝窗外望去 外面一片漆黑 只有东方一抹鱼兔白炸现 夜尽天明了 黎诺嘴角边泛起了一抹微笑 开口道 春怡 回来吧 来者无恶意 反而给我带来一个好消息 接下来几日 一切风停浪静 自那一夜 潜入紫星宫 打草惊蛇之后 杨开也没再贸然行动 相信紫星宫现在戒备 肯定异常森严 即便以杨开的本事 也没把握在悄无声息的进入 花佑梦利用自己手上的关系 探听了一下 近段时间紫星宫城内的情况 将之汇报给杨开 杨开这才知道 紫星宫内因为子龙和子东来两人的长久不归 导致紫星高层已经分裂成了好几个派系 其中当属二公子紫无极和大长老公孙梁两人为首的派系 互相亲压 暗地里勾心斗角 这些事情自然被紫星高层压制 但只是包不过火的 总有一些事情会传扬出来 所以花佑梦很轻松地打听到了 不过他探听到的信息也是众所周知的 太过隐秘的情报他也无能为力 这就足够了 最起码杨开已经从紫星城这平静的外表下 知道了到底隐藏了什么 现在杨开在意的唯有两件事 一是盗取星帝令 二是将神徒他们弄出来带走 可惜苦无良机 只能静静等候 时间忧呼 通天拍卖行召开的拍卖会如期举办 杨开显来无事 便随花佑梦一道前去 毕竟这一次五方商会要拍卖的地气价值太大 若没有强者坐镇的话 难保不会有人打什么歪主意 花佑梦自然是欣喜非常 他本来还在为难如何请动杨开 却不想对方竟主动要求跟随 这让他对杨开的感激更深了一层 拍卖会当日 花佑梦打扮得很是得体 一人紧身的紫色长裙 将他烘托出一份高贵的气质 紧随在杨开身后 一步一驱吸引了许多路人的目光 手持勤俭进了拍卖行 自有通天拍卖行的人 将杨开与花佑梦领进了甲子五号房中 奉上淋过茶水 这才恭敬退去 花佑梦激紧地站在一旁 杨开说了好几次 他才不安地落座 距离拍卖会 开始还有一段时间 杨开左右无视 便四下打量起来 少卿 他不禁眉头一皱 面露一丝狐疑之色 大人 怎么了 花佑梦的注意力 一直放在杨开身上 此刻见他表情不对 连忙问道 这次拍卖 有什么很贵重的东西出现吗 杨开皱眉问道 啊 这 妾身也不清楚 花佑梦尴尬一笑 那就没事了 杨开微微一笑 将神念收了回来 眉头微皱 刚才他竟察觉到 这拍卖场内 有不少虚王净强者 这是个很诡异的事情 这世上能吸引虚王净强者的东西 那可不多 就算有 也不应该出现在通天拍卖行中 虚王净强者也不会无缘无故地 光临这种拍卖行 他若不是为了陪花佑梦 也不会屈尊来到此地 可是如今 在此地的虚王净强者中 除了他之外 最起码还有五人之多 甲子一号到四号房中 全都有虚王净坐镇 尤其是甲子一号房中 刚才杨开的神念扫射过去的时候 仅微微受阻 显然是内人实力强大的表现 而且对方的气息 让杨开感觉很熟悉 甲子一号房中的人 竟是前几日夜里跟他交手过的 紫星大长老公孙良 这次的拍卖会 竟能让公孙良都吸引过来 可见绝对是有好东西的 这个发现不禁让杨开 对此次拍卖提起了一些兴趣 等不多时 拍卖场中央高台数 一道亮影悠然出现 赫然便是黎诺 他浅笑阴然 身穿一件无袖的青色裙袍 一双粉白的耗臂裸露在外 领口处也开得极低 隐约可见胸前的一抹雪白 和若隐若现的沟壑 眉腿修长 双足踏着一双特制的玉鞋 娇小的脚趾暴露在外 惹人遐想 他一出场便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底下无数道目光 贪婪地朝他注视过去 肆无忌惮地打量着 黎诺大方得体 含笑以对 轻起朱唇道 感谢诸位光临今日的拍卖会 诸位到来 让妾身感激不尽 也让通天拍卖行 蓬壁升辉 妾身黎诺 听为今日拍卖主持 还希望大家待会儿多多赏脸 一边说着 他一边盈盈行了一礼 闲话少说 今日拍卖正式开始 不过 容器深先卖个关子 今日的拍卖品 出现了不少极为贵重之物 或许能让诸位大人满载而归 他说这话的时候 目光瞅向贾子号的几间包房 虽然没有说得很清楚 但话中之意已经不言而喻了 杨开会心一笑 暗想通天拍卖行 不愧是有横罗商会在背后撑腰 要不然的话 绝对无法拿出让虚王竞强者都动心的物品来 下面请看第一件拍卖品 黎诺一声娇和 伸手朝一旁示意 下一刻 便有一个婢女打扮的女子 手托着一个托盘 免含微笑地走了出来 托盘上有红布覆盖 那红布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制成 竟能隔绝大多数舞者的神念查探 让所有人都是心仰难耐 伸长了脖子张望着 《花幽梦》美眸里 也是闪烁着好奇的神色 紧盯着播放 他虽然不是头一次参加拍卖会 但却是头一次享受到 能进入包房的待遇 与他往日起在下方的大厅中的感觉 截然不同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无心生出牵挂 共谁演绎着掌金隔天马 谁祝福真又算得到吗 Fellows 知道靠近年 能带争托 报备 吴 有声明写 有声明олот 识